你 怎么了这是 来 请 你坐的 随便坐坐 对了 还有酒 你等我一下啊 你先坐 来 请 举总监的进步蛮大的嘛 那当然了 厨艺这件事情 其实不是只有你有天赋 而我的天赋更胜一筹 确实是更胜一筹 尤其是在演技方面 自然 顺畅 毫无痕迹 这次不是点外卖了 直接从超市买半成品 您这也太对付了吧 上次我好像说过 如果某人哪天想要道歉的话 到时候可不好收成 我想多了 是吗 你以为超市买来的东西 不用摆盘 不用加热 是不是 我现在已经开始道歉了 你最好赶快接受 对不起 尝尝吧 你不要说话 竞聘的事情 确实是我误会你了 但我也不是生你的气 只是我在你面前失败 我觉得特别丢脸 怎么会啊 许总监 我觉得你认真的样子 超美 这样吧 我向你保证 以后再有误会呢 我一定会先跟你沟通 不耍脾气了 好不好 好 来 干杯 干杯 我可不接 万一听到什么的话 到时候你还要哄我 那可就麻烦了 某人不是刚刚说过 有什么事情先沟通吗 接吧 我才能当